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我想我就会继续在做这个Flipping Linder的视角专业的声音大家好 我是张米勒 大家应该还记得 之前我们有一期帮一个客户买了一个房子 是新手小白做Flipping 那么现在两三个月过去了 这个房子进展如何 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Eason又见面了 我刚才看了这个房子就冒幻新颜 现在装修进展到哪个阶段了 现在刚刚完全装修结束 现在等待的就是一个家电的安装 和窗帘的软装的一个进场 所以说基本上大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是 其实最关心的就是预算和工期时间 目前都和我们原来计划一样吗 预算的话 在我原先的预算当中超了10%左右 这10%主要包含着一些五金键的 还有一些家电的升级 包括我用的是Funta的油烟机 全套的三星的炉灶 电器冰箱都是 包括一些桶灯 这是主要的大头部分 其他的都没有超出 在预算范围内 OK 所以就是说预算还是比较精准的 对 超的是你升级的部分 对 是 工期呢 工期我们其实原先预期的是60天左右 但我找了一个不错的contractor 提前完成装修任务 那目前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坑或者遇到什么问题 我个人而言我遇到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在装修之前的HOA沟通方面 需要你亲力亲为 包括邻居的各方面的签字 都需要你自己一个人的去跑 跑完了以后签字完成 这个需要你花一部分时间大量时间 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建造年份比较早 它设计的时候都是比较几十年前比较老旧的设计 包括我这个正门的进门尺寸比较窄 我在送货送冰箱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就是冰箱太大进不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遇到这个小故障 让contractor到时候把我这个正门拆了以后 才能把那个冰箱安装上 这是我遇到的两个小问题 所以就是从这个细节的教训 就是假如说我们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可以在你装修过程中就把这个冰箱送进来 对 一定要在尺寸先量好以后 因为你这个冰箱现在是越做越大了 尺寸小了你就塞不进来 然后你要在装修完成之前 再让装修师傅早一点把你送进来给安装上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先后顺序 这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经验教训 目前一些都尽量比较顺利 你对这个投资回报的预期是怎样 你觉得它是能够满足你的预期的吗 我个人而言针对这个标定的 我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期 因为大环境在涨 我这个房价就是通过我这个房子的地段也好 包括学区也好 房价会涨得不错 可能超会超出我的一期 关键我这套房是贷款买的 相对资金投入比较少 这样回报就会更高 通过这个房子的经验 会让你对接下来的flip更有信心吗 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我想我就会继续在做这个flipping 现在我就是觉得R1的房价涨得太猛了 对我选择标的物也好 资金成本要求会比较的严格 我觉得在接下来可能会通过在R1为中心往外辐射去找更多的标的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通过这次flip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金投钱想做flip的人吗 我有两点可以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说做flipping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contract 这样在你的时间的工期方面 包括你的装修成本方面会有一个保障 其次就是一定要通过贷款去做flipping 这样对你的回报率会更多 风险可能会小一些 再一次感谢Eason来到节目里跟我们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获取第一手的地产融资资讯 记得关注我 我是张米勒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